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在前天的一个视频中我已经提到过 Panetwork一师之理论 那当然在这里有非常多的派语就对我提出了一个质疑 就是说Panetwork的路线不对 就是它不应该是上交易所 我知道Panetwork的路线是以抑或为主 对于上交易所的确确是次要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也说过那仅仅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幻想而已 只是说如果说它发生这样的情况 以那么低的价格上交易所的话 有可能造成一个报道的局面 那今天的话我也要再次的说一下 Panetwork虽然说它主要的层面是拿来去易货交易的建商层 以及做货币的流通属性的 不过呢 上交易所那么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的流程 也是必须要去做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这个问题 币安呢早就对Panetwork所看好 并且呢也在有意无意的时候透露过 以后Panetwork肯定会在币安上面去上市 上市也就是上交易所之后难免会引起来炒作 很多派友不希望Panetwork的派币进行炒作 因为炒作呢难免会引起币价的一个波动 那么币价的波动呢就不利于去做生态 那么如果不利于去做生态的情况下 那对整个项目是有影响的 那么这呢是非常多派友的一个一致认为啊 那对派币的价格造成了实际性的波动 那对于生态里面就真的没办法做了吗 其实啊这是有两个观点两个概念 如果说站在生态这是一方面的派友 那么站在交易所这边是另外一方面的派友呢 那么实际上他们两个有本质的不同 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支持上生态的派友 上生态之后 那有的人就说以后派币的价格上了交易所之后 会对生态造成不好的影响 比如说它的价格的币价的波动呢 会引起生态的波动 既然这方面的派友呢是支持生态的 假如说我们一个水果是一派币 那这个时候反过来就是一派等于一个水果 那他们两个是相等的嘛 那你买了水果吃掉之后 你自己的派币就变少了是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去挣的这个派币呢 要不然就去挖矿 要不然也是在生态里面去做生态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水果 再卖出去等于一个派 那如果说支持生态不支持上交易所的 那么你们就在派里面去运行 因为在支持生态的很多人就觉得 派呢没有必要去变现 没有必要去变现 就在派的这个整个生态里面去运行 运行起来就是说派可以流通 并且的话它流通是在整个生态中流通 那它在这个整个生态中流通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去换成你的一个法币 是吧 所以说派呢就不用去换成法币 这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是卖水果的 另外一个卖大米的 另外一个卖生活用品的 另外一个卖电子娱乐产品的 等等的 当然不止这四样 就是还有其他的非常多的 到时候整个生态都建立起来嘛 那好 你今天花一个派币买了一个水果 吃掉之后 那你的派币是少了 是吧 但是另外一个是卖大米的 它又将一部分大米卖出去了之后 又挣得了派币 买它大米的人呢 它又卖出去了电子产品 也挣得了派币 那等等其他的卖日用品的 又卖出了日用品 挣得了派币 用它挣得了派币 又去买大米 那这样的话你们就相当于内部形怀起来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知识生态的 那你们内部形怀起来之后 你们的派币就不用化成法币了 是吧 所以说你们不支持它上交易所 就是说不要让它的价格波动太大 是吧 这是你们的一个初衷 就认为说什么 币价的波动太大会影响到你们的市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你们既然都这个生态里面可以运行起来了之后 你们的派币不用去兑换成法币 这个价格波动 是派币兑法币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一个相对的过程 就相对来说一个派币值更高的法币 或者说是一个派币值更低的法币 当然你们这个生态中运行起来 派不用换成法币的时候 它的价格波动与你还有没有关系 那是没有关系了 是吧 所以说你到交易所上面去的价格波动 与你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不用去担心这些 如果说你真真真真是做生态的 真真真真去想把这个派在内部里面玩起来的 你是不想去将派变现的这种呢 你是没有必要去担心它的价格波动的 就不要说它的价格波动 对你生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 当然这个情况现不现实 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是相对理论的封闭式的一个闭环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封建的国家 它是所有的都在内部消耗 内部运行 就是自己生产东西自己消耗 然后达到一个内部循环 那外边的事迹呢 它也不太清楚 那所以这种呢 是相对理想化的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现实的 因为难免你生态里面的东西 你要最开始介绍了一部分 是需要自己现实生活中去购买的是吧 因为最开始上到这个生态里面的时候 没有人是愿意去认这个派币的 也不说没有人愿意认 是除了我们这些pilotwork的参与者 是不愿意认的 首先你的货物是哪里来 货物是实体商铺赖 或者说是实体的地方去购物进来的 你首先一个缺口 你要进入到你的这个生态中 是哪里进来的 是实体进来的 那实体的这个人 刚好他就是玩pilotwork的嘛 不排除是有啊 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卖大米的 他人也在参与pilotwork 那么他可以进来 但是你也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进来的吗 所有的每一个在实体里面去做食物交易的 食物销售的 那么他都是在玩pilotwork 参与pilotwork吗 没有吧 那么总大米的那些农民 他是有没有在参与pilotwork 不一定是吧 这些呢 都是有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那就可以证明了 就是早期进入到生态里面呢 你是实实在在的 是需要什么 用你的一个现实的法币去购买得到 然后你再在这个生态里面去转换成派币 就相当于是 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 是法币 转换成派币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他们转换来不是直接转换 而是通过什么 通过货物去转换 这就是生态里面的作用 那既然都是理想化了 我们最开始要达到这个情况 我们都是以共识加进去啊 是吧 用共识加进去就行了 就没有必要去担心 Panetwork的价格的涨与跌 因为你们一旦最开始 这部分进去之后 你们达成一个内循环之后呢 也就无所谓了 是吧 那么就产生你们内部的一个循环 那外部的派的价格 与你们就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的派币又不会换成法币 但是如果说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 其实就完蛋了 因为你的货物进去 你的东西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生态里面的一些东西呢 你们在里面进行内循环 那么生态里面 它是虚拟的 它是不会产生任何的食物的东西出来的 所以说在生态里面 你们会有不断不断的消耗 是吧 不断的消耗 但外部呢 你们没有东西进去 内部呢 在消耗 又同时不能产生东西 那比如说就是说吃的吧 你们在里面 生态里面去用派币去买吃的 买了吃了之后 好 那东西是不是变少了 变少了之后 拿这个生态 因为在线上 在链上去运行的 并且它不会 通过链上长出 装甲 装出植物 来种大米 那些 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些吃的东西 那最终你们在这生态里面会怎么样 如果不打破这个壁垒的话 那么你们都会被饿死 那这个生态还怎么玩 那就没办法玩下去了吧 见生态 见异货呢 我知道 有非常大的派源 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panet work当成一个炒作工具 不要让panet work去上交易所 那咱们就在做生态里面去运行 那生态里面去运行的话 你告诉我一个解决的方案 就是说 怎么让这个生态去稳定 那可能就有的人想 你就说那我们就靠共识啊 大家的一个信任体系嘛 比如说panet work 采用了什么 共识协议啊 信任协议啊 这些我们采用的这个同样的实体生态里面去运作也是可以的 那好啊 那如果说你采用这个运作 那么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生态里面的共识价是100块 是吧 对成现在那个法币 假如是100 那么100美元等于一个派在一个生态里面去运行 好 你们在这里面运行 大家都规定好 我们在这里面就我们一起玩 就在这里面运行 一个派币呢 就等于100美金 然后我们去运行 然后呢 我们消耗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拿这个里面的派币来出来构成实体的东西 然后再进去 那好 你觉得这种呢 可以达到里面的内部的一个循环 也可以造成外部的一个补给 那肯定是对的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大家都能按照规则去运行 也将个人手中的派币呢 进行寡安好 不会滥用在现实社会中去挤兑 那这个情况呢 你们能够做下去 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人他是一个商人 商人他并不是Penetwork的商人 他是现实的中文的商人 他是既得利益者 也是投机者 那他发现中间有机可囤 那他首先又加上他是一个挖币的 他参与的这种他手中有派币 那他就是在不断的将派币的价值 再往实体里面去兑换东西 这个一个兑换的过程就是 兑的多了之后 那么实体的人还会按照这个100美金 一个派去给他兑换吗 你兑的多了之后 人家就觉得 我用实体里面的东西去给你兑 我凭什么要按照这个价格去给你兑 我为什么按你这个价格去兑 我辛辛苦苦在现实生活中种的大米 我辛辛苦苦在现实生活中种的水果 我那么累的 我拿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我在哪里去变现 没有地方去变现是吧 那我怎么办 我就不跟你了 不跟你说你的生态还能玩下去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的生态都是白说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去认清一点 就是不要太去理想化 就是我们还要认清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就是一直将说Panetwork是一个异货生态 就是说它以后上不上交易所 不要拿这个思维去想它 我知道我们不要拿这个思维去想它 但是它永远也逃不开 这是市场学 这是一个经济市场学 它没办法去逃过的 你不通过交易所去让这些人去变现 它怎么办 你不通过交易所让这些人去变现 怎么办 这些投机者变现 这些农民去变现 它怎么办 它还会买你的水果给你吗 它拿这个水果给你100美元的水果给你了之后 你跟它一个派币 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变现 那怎么办 它现实生活中肯定要通过其他地方变现 要不然就是再进去给你们换其他东西 要不然就去交易所 所以说你们不要去讨厌交易所 我有说过上一期节目 我是说的一个比喻 就是在交易所里面去达成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涨幅 但实际上它在交易所里面能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涨幅 那不知道的 最终会通过市场去决定 市场和你们的一个共识价格去进行一个博弈 就是买方和卖方觉得它能值得一个价格 如果说高很了 它肯定不会买 如果说低很了 也不会卖 那么就是中间的一个博弈达成一个均衡点 那搭了这个均衡点之后就是生态里面的人 要是把这个币想卖出去 就这个派币想卖出去 他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那么他就卖了 就变现了 那么并且有人愿意接受 那么他觉得这个价格还合适 他就接受了 那中间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 大家都认为可以的价格 就是说Panetwork要不要被其他的交易所上市呢 那么他都应该去公开化 就是说让大家去正常的去有个交易的地方 即便说是以后的Panetwork 他不会去上交易所 他让所有的交易所都不要上 那么他自己也应该去开发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让大家各自的人来和这个生态进行复补才对 那就是说其他的交易所他信不过 那么他总的要打开一个通道进入这个生态里面的 那么对于对接外部的话 他打开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来进行派币的现实变现 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和这样的一个循环之后呢 你就是才能达到说是 现实社会中的法币和派币的一个负段 那派币可以大家都认可了之后 就是当地的农民也认可了之后 当地的做实业的也认可了之后 工厂也认可了 所有的人的认可之后呢 你这个生态圈才能玩点赚 刚开始的生态圈 你肯定没有办法去一开始就玩赚了 所以说你刚开始还是要借用一个通道 到外部来吸取外界的一个资源 那么到内部去进行一个消化 那么这呢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关于Panetwork上交易所的一个分析 但以上的分析呢 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和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如果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意见 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 好了今天就这样喽 拜拜